大家好 最近被楼上的一些住户投诉了 为什么投诉呢 因为我在一楼 种了比较多的花花草草盆栽菊 投诉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眼红 或者是我平时寄作的一些肥水 有那么一点点异味 然后散发出去 所以就周受了他的投诉 他就把这些事情投诉都管理出来 让我特别的为难 因为我个人都比较喜欢养花 养花养草 使很多年纪有的都会过来看 观赏一些花花草草盆栽菊 学习一些技术 不过旧有个别就不太喜欢 水就被投诉了 那么这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太多的花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 水就很浪漫 再有一个就是 他认为这些绿植比较的 遭到一些虫害 还有那些蚊虫 会飞到他这个房间 然后就被他投诉 这也是集中的一点原因 建议我把这些花搬走 或者是砍掉 当然我就不想砍 因为砍掉之后它太浪费了 看来这件事要好好地沟通一下才行 不然的话我只是盆栽绿植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的 种的也是特别多 所以今天就吐槽一下 这件事情如何解决 好了 这件事情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方法能尽快解决掉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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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